全台疫情緊繃 防疫警戒提升到了第三級 民眾外出時都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但卻還有遊客心存僥倖 未依規定佩戴口罩 遭警方盤查通報衛生局進行裁罰 你們從台北下來 你摩托車 坐我車 我們租車 可是台北疫情不是很嚴重嗎 所以才常說來這些 後連警分局遠景巡邏到美輪地區時 發現有外地旅客騎乘機車 唯一規定佩戴口罩 立即攔下進行盤查 並通報衛生局 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進行裁罰 美輪局全力配合主管機關 加強查查各項防疫措施 元首社區防線 本月22日的下午14時左右 巡邏的同仁在花園市美輪地區 發現有民眾騎乘機車時 唯一規定戴口罩 那也立即通報主管衛生局裁罰 那最高可除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款 花聯警分局也呼籲民眾 防疫期間請減少不必要的外出 如有外出需求 也務必將口罩戴好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而警方在防疫解封之前 都會持續加強查處 請民眾務必配合政府發布的各項防疫措施 以免受罰 記者徐立琴 環聯視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